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变得非常古怪 整日将自己关在屋子里 将所有的门窗都用铁皮 为什么会把自己关在铁皮里 难道铁皮有什么神奇的效果 黎祖得到的铁皮盒子 那也是谎言的 他一直都在找那个铁皮盒子 黎祖却将它打开了 所以他才会在你背后刻下图案 现在他死了 这幅画也就成了最后的线索 还记得是谁将铁皮盒子送给黎祖的吗 它和几件事又有什么关系了 编剧在这里可是挖了一个大坑的 小伙伴们想知道这个坑 会在什么时候填吗